19岁的我,很难评分这部电影是纪录片 所以很难拿之前的电影去比较 但评级必须一看,因为电影拍了十年 导演说累积了三十多万小时的影片断囊 然后展成了最后136分钟的电影版本 而且用了三年的时间剪到人都瘋了 其后一些访问会不会再玩多次 他说不要了,会死人了 十年靠意志和毅力来完成 唯一如果要挑骨头就觉得部分一介绍得比较长 但也知道导演希望尽快让观众快速认识到那六个主角 另外六个主角好像有点不够厚 大家也想看有九个,总共有十二个还是九个 那可不可以继续长版本在Bullway那些产品里分享呢? 大家很乐意买,但导演说不行 试试在三十多万小时剪回他们的段落 人都瘋了,剪了三年 而且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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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这十年总共拿了五百多万 一年都只有五十多万去运作 他也找了很多自己人去帮忙 唯一用得最多就是拍摄 要找一些专业去拍摄 另外这个海报也很棒 呼应这群少女过马路的一幕 他们刚刚过去深水泡 那一刻下雨下雨 琴琴琴要过 感受到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女孩 但他也会把牆壁去掉 变成一座山 导演的心意是 首先这群女孩看不到背脊 有一个无限的幻想 然后作势冲向前 后来就加了一座山 就像大家都很勇敢地向不知名的前景探索 而且感受到他们是小朋友 那一刻冲过去也很乐天 所以这个级19岁的我评级值得一看 至于是否一定要去看我又不敢说 虽然有很多人都说看完就哭 也认识有几位做老师的人都相当感动 我可能自己做兴趣班导师去过无数学校 见到太多的学生 感觉上还未至于感动到哭 可能他们就教惯同一间 我未至于触动到要哭 但有很多感动位置 所以我会评级值得一看 但未至于去到必定要看 因为如果下这个评级要很谨慎 而评级我评不了 因为参考不到一个纪录片的电影 我很难作出一个客观打分 所以我只能给一个评级值得一看 然后会不会拿到最佳电影 也要看一看有没有对手 但我再看一看一看 其实很多厚碑和应该要看的电影 原来全部都是新导演 所以现在似乎他都很大机会 会拿最佳电影或最佳导演 怎样都会拿到奖 所以值得一看 另外很棒的开学 他开场就是记录他的开学 在礼堂、物质质、操场 令到我们马上回忆 而且是校园时期的感觉 那么大提醒我说 因为我都回到校园很多年 经常去不同学校 现在对我的冲击没有那么大 但相信对你们的冲击应该很大 因为校园的回忆可能只限于你离开了 就已经没有了 你可能已经没办法再回到校园 除非你的儿子在家里就回到校园 但这也不是很好的体验 所以见到这么多人 物质质站在操场 听校长说话很棒 导演也是要赚 因为他用了很多心思 去挑选最后这六位 其实里面也不止六位 还有一个HAPPY FAT 考试成绩很好 另一个F1、F2的男神也挺有趣 F1的时候是一个女孩 F2的时候剪了头发 把自己变成男孩 我也见过这些 你是很突发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然后原来我的案件 他认识了一群TP 以至他们特意要扎自己的胸 即是他们自己说 怕被人看到你太大便笑 我心想想什么 什么都有 校园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如果我们用第三身角度 再看这个电影 很有趣的 尤其是里面的男神 由F1的女孩 变成很乞义 令自己变成男孩打扮 至于他的取向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但那个挺有趣的 还有很多其他加入的 不是主角 但也不算配过一些女同学 那个挺有趣的 另外里面的拍摄是很棒的 另外一些配乐也是 能触到人的一个重要元素 里面的配乐是配得很棒的 感觉全都出来了 另外那些拍摄的手法 那个镜头云容也是很好 一些大导演的心血 刚才这个跑楼梯 还有一段故事 就是说 那些同学 那时候要去玩 被他捉到跑楼梯 后来就比导演好 不过这个是 刚刚发生的时候 这个画面很棒 另外一个校舍也有趣 就是原本的计划 想着刚刚这帮女孩 可以踏正 从6的时候回来 但整个电影的核心意义 有几个 其中一个就是计划 永远赶不上变化 这个就是这个电影要带出一件事 其中一件 绝对是人生的写照 我们永远都赶不上变化 今天不知明天是 正正就是这个学校 就是搞一搞一搞 那些轻建就要去到很后期才落成 令到这帮女孩 原本有很美好的回忆 就带着遗憾去经过了这一段十年 也是一个体验 美好和遗憾也是一个体验 另外听说 有些美中不足 就是美女不多 我就觉得阿莎是美女 另外香港小姐 因为她的代号 你去看就知道 如果看了就肯定明白 香港小姐 我一个很漂亮 虽然她成为一 可能不太漂亮 但后来大了 到了美国那里 真的挺漂亮 长大了 以至阿蛇 我觉得绝对可以去 试试考演员 或者导演 试试找她 去拍戏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她很适合做弱圈 另外她们六个 以至最左边的HAPPY FRAG 其实六加一 每个都是完全不同的性格 以至行为举止 样貌 以至她的人生故事的成长经历 完全六个不同的故事 很棒 看到她们大了 现在应该21-22岁 都挺感动 见证着她们刚刚荒蚊成长 导演也很有心思 先从30个千禧年出生的女孩 先用一些筛选 选取了12个 就开始全方位跟进她们的日常采访和拍摄 后来辗转西正刚刚那六个 但有一个就去了外国 回不了这些首映 那也是一个很遗憾 可惜 另一个就是人生永远有不同的遗憾 所以珍惜现在 享受的经历是最好的一件事 整部电影的核心 就是见证着那六个小女孩 以至一些其他配角一起成长 这十年的变化 就串联入学校的重建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然后就穿插了这十年的社会动荡和变迁 很巧妙就串联在一起 另外也要赞她继续片的严谨 就是要尽量保持客观中立 所有事情都是她们做什么 就用镜头链接呈现 后来再看访问 其实张婉婷没有作任何引导 希望她们达至某些画面 以至她们横跨了几个很敏感的社会时间 就是反国教 雨傘 反修例 导演说回自发性 例如佔中有些同学时 自发性出了去见证当时的情景 那些访问者说 你有没有叫她出去 我当然不会 我怎么会 我尽量客观 我只是树窿 而导演也担任了树窿 就是不断聆听她们的心声故事 很客观地把这些女生 和香港这10年的成长和变化 就记录了在电影里面 所以听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可以知道自己的取向 应不应该去看 我就不会说必定要看 我只会给一个评级 就是值得一看 这里是中间的就是香港小姐 比较喜欢她这种性格的女性 当时觉得她大了应该很漂亮 也不知道她最终选不选到香港小姐 这就是卖关子 但每个女生的变化都很大 这就是一个导演功力 就是顺着她们的发展 但是透过镜头运用和说故事 去带回不同的感觉 令到观众感受到她们很立体的一面 当然导演也选过 最后在12个挑选了这6个 但她们的确故事比起其他人特别很多 而其中第一个出场的阿蛇 就是左边上途那个 她因组1已经很成熟 而且样子也没有太大变化 觉得挺漂亮的 然后性格很特别 后来到组3那些又被传出 她是出去做援交 后来导演也说回 这个是传闻 又不是真的 所以就记录下去了 所以导演的客观记录做得很好 然后又看到一些吃烟的片段 当然是除了校服的 在校外 还有当时是在拍一个广告 还有那个广告是张远廷自己 然后就醒她 当然醒了她就可以又拍到那一段 那时候又有个男朋友 然后才知道 所以F1F2已经说不断认识不同儿子 即是她属于玩儿子 那变得很有趣 一家名校原来也有些女生 张远廷也是英华 她说其实名校 你看着名校 里面基本上有很多阿蛇 只不过行为可能是乖学生 但思想可能有很多阿蛇 也不一定 如大家看到 除了名校新的另一面也是很精彩 唯一就是F1那一段 她要介绍得很详细 用了很多蝙蝠 那边就会悶了些 但后来 各节就开始明快 到F2她们开始转变 又去深水埗那边 暂代学校去上学 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变化 很快很快慢慢就 她们大了 然后才想起是否差不多完 但节奏也挺紧臭 无论她拿手机去看时间 或者忘记了去看 慢慢慢慢跟着 导演的节奏 一直看到最后就完了 那下挺正的 最初可能要熬一熬 去F1那段 要一口气介绍了六个人 那段有些亨章杂的 悶了一点 但到F2很迅速 就是一下就看到完 然后这么快就完了 也很奇妙 原来我们这么短的时间 见证了其他人和香港这十年 这就是香港小姐 然后F2很棒 除了去深水埗 大家都知道深水埗那头 农舍混习 又是穷人区 他们这群是在半山 挪变神道那些 里面当中有不少都是家境富裕 或者小康资家 变成家长当时也很担心 会不会被女儿被人搞 很多无厉害的奇怪幻想 但那些小孩理得你这么多 那头很棒 后来我不知道是看英华的官方片 他们的上学路线 有一些在九龙 又会先搭船过海 因为便宜一点 然后过了海 就约同学在码头等 一起夹钱搭的士 上回香港的校舍 即是后来落城之后 所以你看到 挺有趣的 他们能够读半山学校名校 但家里也不会特别差 所以他们来到西九龙 好像一片新大陆 因为一放学就是人群 住宅区 然后西九龙中心 很多地道美食 然后很多不同 很有人情味的商场 很棒 例如一开始过马路 就反映到他们的东西 由他们的 Form2很精彩 又到了深水埔 另外很迅速密集式地订出资讯 例如他们经历了反国教 学校也抱着开放聆听的态度 没有强迫那些同学 禁止他们不准表达这些东西 甚至是反国教的时候是2012年 那时候社会风气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经历到现在2013 看回当年的社会风气 其实这个位置也是值得哭出来 那时候的香港好很多 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说 没有表达甚至行动 但很多东西都不敢说 那时候他们反国教 也在校内有些投票活动 学生发起 学校也很自由地 没有任何阻止 让他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时候是很好 所以名校是这样的情况 他们除了教育学生的才艺之外 也最核心是令他们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不只是求分数 另外再记录他们就开始追星 那时候2012年追韩星 又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来到现在 因为疫情去不了追星 于是转移了一些概念去追另一些人 那也是10年前和现在很大的对比 以至一些男女活动 其中有一个同学收兵 收到一些观音兵 那些也挺有趣的 另外阿蛇就已经在 form 2的时候 又在追星 追星 你女校怎么追星 然后他说是在Facebook式 然后他在言谈之间潮 也是玩仔多 不适合感觉就散 然后阿蛇是很深刻的 第二个就是香港小姐 香港小姐的故事会更深刻 阿蛇那时候就说 你多可上学的时候 认识到男孩 然后变成老公 他的思维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做演员 即是做艺人 入娱乐圈还 他的性格很适合 入娱乐圈闯一番 由于中三反变期 开始出现不同因素 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甚至同学开始不远接受拍摄 张远廷也挺好的一个人 用一个爱心融化他们 以及一个毅力继续坚持下去 其实帮他做的都分了很多组人 他找回自己英华的旧同学 即是张远廷的旧同学 很多都是英华毕业生 一起拍成一个这么独特的电影 很棒 里面几乎全方位记录了六位女孩子的成长 另外也经历了三个社会最大的历史时刻 2012年反国教的示威 2014年佔中的雨傘运动 2019年反修例里面也记录了不同的片段 看电影之余见证了女孩子的成长 也会回顾香港这10年的变化 究竟变成了什么地步 那也是值得感动落泪的 如果是容易哭的人应该会哭 这部电影就是有感动的落泪 也有一些可能是伤心的落泪 也有一些可能是开心得哭的 挺奇妙的一部电影 导演用一个很专业的态度 将一些不同的片段 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记录 这部电影里面 大家有不同的感受 应该每个人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去看会更好 或者与你的自亲一起看 也要尽量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镜头 因为我听说它进入了二组之后 很紧臭 整个节奏很快 因为你来不及和旁边聊天 因为他后面的一个半小时 你不知不觉就看完 看完后就完结了 然后完结了才知道 哎呀 或者快就完结了 原来也 你不知不觉就陪伴着他们 一起长大到19岁 以至20岁 那很奇妙 所以尽量自己用心感受到气 例如之前《毒舌大撞》 我建议大家约一群人一起看 有笑有说 但这套可能要更加自我看 甚至将来也值得去买这部电影去记录 那个光碟其实是值得收藏的 而且大家也很强烈建议去剪其他女生 但你想想它剪六个用了三年 如果又剪六个再变下去 可能又用三年 现在人都变了 那只能够随缘 那里面慢慢去到2014年 社会的变化 再加上同学们慢慢长大 以至里面也记录了学生会选举 也反映了一个小社会和现实的香港的对比 也很有趣 有人就选到学生会会长 有人也做到Happy Fred 也有人成为了港队代表 有很多学生会训练 一路去拼搏 还有一个是 阿猿好像比较平凡 但也相当开心地成长 意思是他大了 跟他小时完全不同了 另外这个参考图片 也是经历了DSE 然后记录了他放榜 然后毕业秀 然后毕业秀 学生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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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去装身打扮 以前教了很多同学 有些是私人教的 通常是男生 我教了男生 就要追求男女校 那时我特意带他去装身 就是带他去我买三个家 不说什么名字 他又不是特别便宜 也不是超贵 你买了两件特殊的情况下 学生绝对付得起 带他去装身 由于那间店员不理你们 就狂试 带了我们那时 我有一班私人学生 那时每一期有一群人 带了他们那班师兄弟 一起去 不断试衣服 试鞋 鞋可能未必买 但来试了整天 几个小时 他最终卖了一件 然后就说真的行 每个人都说他穿得很帅 因为学生 都很傻买的 那些学生 都会穿衣服 试了几个小时 不适合 是要对的 很有趣 他里面也记录了 很棒 香港小姐去了美国 最后有一段 都特意去到美国 南达科他州 特意去拍摄 现在大了 他那时应该是20岁左右 他的家庭也很四分裂 老爸又不知如何 妈妈又不知如何 宽队也比赛 年轻外 草来取去 这台中很面對 令人很有趣 另外一边是 踩单车的 团队他都跟着他 去了中国安徽 一个全国少年錦标赛 去拍摄 然后亚洲赛 也去 所以很有诚意 还要是价钱不多的时候拍出一个令人感动的电影 另外大家可能是读一间学校就读一间学校 读一间学校就完结了 我穿梭了名校 名校当然少一点 比较弱的学校就多了 以至当年第一次去一间 又是港岛半山 然后很棒 是不是名校呢 然后一搜寻 原来不是野鸡学校 那时很深刻 名校和弱的学校的分别 那间学校那条路就是要有一个斜路走上去 它是必定要这样走的 我想走一分钟的斜路 永远每次同学就放学 如是者我向上走 他们不断陆续向下走 而是人很深刻 我问那一班学生 我说我每次上来看到你们不同的同学 好像全部都做了一个孤雷 全部都没有来神气 根皮力蝎 全部都头疲疲 好像全都死了 究竟是什么事? 最后问到个答案 他说当然是瘋了 因为那些师傅全是变态 我的确目击着 那些师傅是低能的 他会在门口安装那些学生 有哪些学生不专心 或者无端端在桂桶玩手机冲进来踢斗 要是我兴趣的那些导师 你每次打打杀杀 又凶又恶 没意思 太过分我会制止 那些师傅就不是了 就无端端要冲进来踢斗 因为我慢慢发觉他们本身有些仇厚 情景就转化到好像程教署 他就是程教署职员 那些学生囚犯 大家日日结怨撒屁 今天你进我一球 我又要找机会拿面子进你一球 所以经常有一些很无聊的画面会发生 那些就很深刻 即是名校跟野鸡学校的分别 就不仅是单单学生 是老师都有责任 或者有校风 这一度当然让我们感觉 这校是很好的学校 似乎没有特别是掩饰和收拾到使人觉得英华很好 因为两代校长说 没有介入导演如何呈现 如果你真的要介入 蛇的吃烟或弄仔 传他回家 当然是未必是真的 传的 所以导演也很慷慨加入了 两代校长也不介意 他说这不是单单英华的纪录片是记录了整个学生的文化成长 以至香港的纪录片,所以他们是很开明的 辨认也感受到副校长有一句要用上帝的爱去浸死他们 副校长当时说完这句会不会过了些,可不可以不出 导演说这句会不会不出,又不是浸死他们用上帝的爱 所以是很好的,感受到名校的分别 无论学校的风气、教职员和学生都是要大家相互相成 虽然里面有些阿蛇这一类比较反叛,但其实任何校都有 问题是那些老师如何在这个基础里辅导他们 骂、赶出校、见家长、野鸡学校就只懂这些 其实见家长是最失败的 学生是因为粗恨、品恨的差,我愿意跟你谈 但如果他是读书的差,是不是你有问题? 你是教他读书的,你不要让他爱上读书的,是不是你有问题? 你来见家长要我教他读书,是不是? 就是野鸡学校,因为动一点就要见家长 但回来这边你会感受到他们 校长、副校长的爱 真的是一百、一千、一万无限的 他们里面有一段记录了另一些教师 就是那些嘴苗苗,或者是 不是那么好态度的情景 那一段我模糊了 那一刻挺有趣的,变成了什么都有 名校和比较低兵的学校的分别 其实就是直接反映到他们的成绩 以至社会如何面对社会,如何做人 我对名校的理解就是 他们除了成绩之外,求分数之外 他们更重要是如何培育到 他们能够成为出人头地的人 一个结出的人,他们这个理念是 很多名校都会有 那些野鸡学校就差点 因为动下就凭兵蒙蓉零至一千 爆发狂骂 那些人天天被骂 放学也是头疼走的 那一刻很有趣 这部电影是值得一看的 人家用了10年时间去拍摄 展成了136分钟的电影版本 记录了 6个小女孩的10年的成长 和横跨了 各学校的重建 里面的老师的变化 以至香港 经历了很多重要的时刻 导演用了很客观的角度 带出这些一幕幕的片段 其实是很棒的 由于是充分客观 所以相信每个人 离开戏院都会有一个 很独立 很个别的个人感受 而离开 从而就有不同的 思考 反思的空间 是挺棒的 电影 最终 票房 或者在金像奖会得到什么 奖项 今集来到这里